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的美好是提供我们丰富的娱乐生活跟食物的来源 最接近大海的地方就是港口 所以港口通常是人群最聚集的地方 它进出海洋是最方便的 甚至会因为自己的方便而把垃圾轻易地就往海里倒 因为环境是大家的 今天环境不好 透过整个生态圈下来每一个人类都是受害者 但到底谁是加害者呢 其实加害者也是人类 所以令人比较沮丧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今天海洋垃圾会这么多 多半是因为人类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像有时候我们去玩水啊 或是去吃海鲜 走到一个港 你会觉得这个港臭臭的 然后就会有某一个垃圾 是堆在某个角落 可是今天这个角落如果不去清 难道就等它 就是放任它流出去吗 不然我们团队来做一台机器 让它自己来收垃圾 就找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收起来 跟淨灘比起来说 让机器来做是最轻松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收集器的时候 我们是综合国内外翻过所有的文献 才开始去尝试制作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代二代三代 到现在的第六代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行动 我们不会有任何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在教科书上 学到那些食物链啊生态圈啊 并不会因为我们坐在教室 坐在办公室 它就真的就像书本写的这么美好 环境恶化正在发生 而且是现在就是看得到 那我们唯一能表达 我们爱海洋的理念 就是我们产生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就叫做 打造一台海洋垃圾子母车 一起来进化海洋 我们会开发一套软硬体整合的设备 也就是说时间到的时候 看看手机说 好像快满了 然后就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 花个五分钟十分钟 清完之后 它又可以回去做它 完全不会就是耽误到它原本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初衷 因为机器被设计出来 并不是用来取代任何一个人 它只是让人类的生活 可以过得干净的环境 变得更简单了 制作机器只是 清洁垃圾的一个手段 但并不是一个可以制根的方法 所有的本 都还是在人的行为上 如果人的行为不改变 我们今天做一百台 一万台 一千万台 永远清不完 所以我们想传达给社会的价值是 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努力 不要只给他鼓励 你要自己从自身做起 唤醒保护海洋生态意识 让清理海洋垃圾更简单 我可以制作用 我可以制作用